婷婷姐姐,今天就是小寒节气了,这天是不是特别冷啊? 是啊,小寒是一年之中第23个节气。 小寒开始后,给人一种寒冷刺骨的感觉。 小寒一过啊,就进入了出门冰上走的三九天了。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哦。 那这一天都会有哪些西俗呢?会吃哪些好吃的呢? 在小寒节气中,最重要的一项民俗就是吃腊八粥。 腊八粥中用到的食材均为肝温之品,有驱寒强生、生精止渴的功效。 当然各地也会有不同的习俗哦。 天津地区有小寒吃黄芽菜的习俗,可以煮成汤、润肠胃。 在南京地区小寒要吃菜饭。 菜饭怎么做呢? 就是用糯米啊,加上生姜、矮角黄、咸肉片、香肠片,或者是板鸭丁等等,一起煮成菜饭。 在广东地区,传统习俗呢,就是在小寒早上吃糯米饭。 民间认为,糯米比大米含糖量高,利于驱寒。 你们家乡小寒吃什么呢? 写在评论区吧。 那边回来看。 我們来看。